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主持了半年節目 第一次邀請了特別嘉賓 如果是我們台的觀眾 我想對Michelle也有認識 Hello 大家好 我是Michelle 首先我有主持兩個節目 一個是《講開一段估》 另一個是《繁忘異童音樂室》 是嗎 OK 《講開一段估》 每個星期一次都主持了兩年 五個五個都兩年 是嗎 那《繁忘異童音樂室》呢 我想《繁忘異童音樂室》也有一年左右 因為那時候初頭我和學生一起過來 大家可以看回報告 上YouTube看回 對 上YouTube看回 那個男生很有趣 後來真的繁忘異童 經常要應付考試 自己要溫習 要學很多東西 所以後來就是我一個擔大旗 哦 OK 好 那為什麼我會有這個特別嘉賓呢 因為我最近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以我這樣的樣貌 是不是 那些頭髮很刺激 那些頭髮 是啊 那些頭髮 幸好你加上那三個字 那些頭髮 沒錯 很精靈 我這個金髮真的是瘋到眾生 沒錯 但除了頭金髮之外 沒什麼食力 所以沒什麼觀眾看我節目 所以我就跟鱷魚說 不如我請一個朋友 上來做嘉賓 請一些美女上來 你知道我的節目很乾淨 我的人又乾淨 那 頭髮也有點乾淨 是嗎 我會用一些護髮素 護髮素 一人請教你 做完節目請教你用什麼 那麼漂亮的頭髮 謝謝 那鱷魚就說 不如找一下Michelle Michelle又是美女 我初頭有點懷疑 你知道鱷魚通常就 說話就比較誇張一點 是不是 原來真人 Michelle真的挺漂亮的 是美女來的 真是美女一名 謝謝 我想觀眾都是這樣認為 自己稱讚自己 是 沒錯 好 我想問問你 Michelle 我請你上來做嘉賓 大家聊聊天 我就叫你選了一些歌 是 選第一首歌是鄭秀文的歌 為什麼你選了鄭秀文這首歌 鄭秀文本身是我非常欣賞的一個歌手 或者是藝人 是 以前他唱歌唱了很多經典歌 例如默契 感情線上等等 如何吊眼淚 都非常喜歡 是 加上我小時候 就經常叫爸爸媽媽給錢買CD OK 我很記得當時買Semi 是綠色唱片 好像是獨家市場 是 是 是 他還翹起腳 好帥 好 所以 還有他的歌 到之後的演唱會 都一直去 很支持他 亦都非常欣賞他那種藝力和魄力 很勤力的一個藝人 是 加上他的舞台那種感染力很強 是 所以我很喜歡他的 還有一些戲 拍戲都很好 好 所以你就選了這首他的歌 電影《瘦身男女》的主題曲 作詞的就是林直 作曲的就是陳輝陽 我選了這首是現場的版本 鄭秀文唱的 是 終身美麗 送一首歌給你們 美麗對一個女人很重要 我也希望你們能夠終身美麗 哼子 研究記得寫永遠 極美好 愛有千斤床 重過我捱的鐵路 你的手指再奔雪再粗 幾乎也被你收保 從前也一位 永未能做到 是你去唤醒我 努力才能被爱慕 但回头目到你 为我好自己不候 我这幸运已黑上眼睛 只得你沉重心愿 如果这记忆非爱情 连天都不会太高兴 莫非可终身未来 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 对你不止感激敬礼 当你自己才是虚拟 莫非多一份受礼 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 给我自信 给我地位 这叫幸福不怕流逝 任他们多不良 你及你惊惠 谢谢你们 记忆无论再轻 轻不过 闻不声 靠你的手臂 抱我日朝中相违 我这幸运已幸运 到一转身走得到你 来为我打气 如果我抱起这爱情 连天都会替我高兴 我非可终身未来 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 对你不止感激敬礼 当你自己才是虚拟 莫非多一份受礼 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 给我自信 给我地位 这叫幸福不怕流逝 任他们多漂亮 未及你惊惠 因有自信所以美丽 使我慈悲到放逼 在半空之中 尽你 不顾身世 这个就是郑秀文的《终身美丽》 你是不是有些东西想说 关于这首歌 这首歌一来经典 真的很经典 个个都知道 一讲Semi就知道是这首歌 还有女人特别合听 《终身美丽》 刚才也说了 是女人也想的 还有最重要是有自信 所以美丽 我也觉得女人的自信很重要 是 绝对同意 自己给自己的 绝对同意 其实不只是女人 男女也是 一个人没有自信 你是很难漂亮的 其实美丽 是的 自信是其中一件事 但又不要过分自信 有些人就像大妈 她也很自信 是吗 我也很欣赏 她这么有自信 是 她也很自信 但是那个不一定是美丽的 OK 识度的自信 是的 我想女性 就是天生可能会比较在这方面 可能会挟伐自信 女性可能比较 因为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很多人又要减肥 又说要瘦身 又说要化妆 又说要怎样漂亮 又要怎样做些什么 是的 女性有很多东西 是的 而且女人特别喜欢跟人比较 对不对 跟男人相对比较少 不会这么什么 女人就 我看到她 很威什么 Jordan那头这么快 好帅吗 我那头都不差 然后我再弄得再夸张一点 但我觉得女性其实有时候 是自己和自己比较 譬如我 是 我常常很喜欢看一些照片 之前比较瘦一点 OK 然后经常对着镜子拍什么 拍摄腰 拍摄手臂 这样拍摄 然后又拿半年前来比较一下 到底有没有什么 肥了瘦了 OK 但如果肥了 其实有时候女性可能会水肿 就会很不开心 觉得穿件衣服好像像像像样子 那你就会有自己的意识 就要去做运动减肥了 OK 即是你也有做运动减肥的吗 有啊 一星期都做三天的 哇 这么夸张 我要多排汗水出来 是吗 做些什么运动呢 我自己就有做瑜伽的 做瑜伽 还有打羽毛球的 还有踩单车 OK 对 我喜欢出汗那种感觉 是吗 是吗 你说这些我也是想的 我也喜欢的 是 我们找时间一起出汗 是呀 踩单车 踩单车 我不是在想这个运动 不过不要紧 踩单车才可以 我想问问你 Michelle 其实你是如何在这个 这个网台开始做节目的 大家庭 其实当时是机缘巧合的 当时我就做一个节目的嘉宾 然后就认识了岳瑜 是 后来他就邀请我去做节目主持 首先是讲了一段故事 是 就讲一下广东话的俗语 或者广东话的言语 揭口语 是是是 原来北京北角 真的在广东有很多揭口语 做了两年都继续有 是吗 是是 很厉害 但你其实不是广东人来的 我不是广东 我是山东人来的 山东人来的 难怪你这么高 实情你有多高 我有1米7 1米7 好的 都高 香港女生来说算高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广东话呢 就是你喜欢的 我喜欢喜欢广东话 其实你家里不是讲广东话 我家里也讲广东话 也会讲我们的家乡话 都有的 广东话因为我三岁来香港 所以就一直都讲广东话 好的 所以从小到现在 再加上广东话挺有趣的 很多气候语 很多俗语 是 没错 譬如有时 我记得一个叫做修皮 修皮 其实不是粗俗字语 不是不是 它是一赌博 是吗 是的 其实之后自己一路做一路了解 原来有很多词语 其实都很有意义 是 即是很古雅 很博大精深 没错 而且其实广东话是最古老的 其实我们中国是最古老的一个语 一个语方言 可以这样说 所以它里面 隕藏了很多自古以来的一些习俗 是 它保存了那些所谓的文化 那些俗语也好 理语也好 保存到今天 是 所以有很多东西是 你说得对了 就是以前 其实现在已经没有了 失传了 但是我们的广东话里面 仍然保存在 是的 所以 所以你学这些广东话的不同的族语 理语 血口语 你就学到很多关于中国的文化 是 而且真的学到很多的 比如你学一些中国的血口语 你会学到 我最近在书展才说起这个问题 就是 有位仁兄就说起 就问江湖英文怎样译 我说江湖没得译 为什么没得译呢 是的 真的 因为去到最深那里 语文是文化来的 是 有些文化是中国人才有的 那你没得译的 譬如江湖这样的 你可以译大概 但是其实很难翻译 很地道 是的 因为江湖背后的意思是很复杂的 就是它里面有很多很细致的意思 你一定要是那个 差不多是那个 你要对 是母语你才能感受到江湖 对 譬如我说 那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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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诗鄧督 教诗鄧督 你知道吗 知道知道知道 你一定要是广东 你懂广东话的人 你才明白 它里面是否只是孝呢 它又不是只是孝 是 是不是只是懒醒 或者在这儿炫耀 或者什么 它不是的 它里面是有很丰富的 是 那你一定要是那个 语文 没有语的人 你才能意会到里面 那个细致细微的 那些 那些 那些意境 要不然 只是如果英文 譬如你要译英文 那当然可以大概 但其实译不到 那个细致的 那个味道 是不是 另外 譬如说意思 都已经有很多个解释 意思意思 小意思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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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們的思維也挺發達的 是啊 因為有一位朋友他也跟我說這個問題 其實他媽媽是台灣人 他嫁給了一個葡萄牙的 就是澳門籍的葡萄牙 葡萄牙的朋友 但其實他家裡是講國語和英文大 他說國語 但他在香港長大 他家裡又用國語 又用廣東話 他說其實廣東話對於一個講國語和廣東話的人 他不知不覺會講了廣東話 為什麼呢?因為廣東話是闊很多的 有九聲 還有他的詞彙是豐富很多的 尤其是說到活潑的詞彙 所以如果你是國語人 如果你懂廣東話 你用一下就自然會 因為我們多國語的詞彙是多 我之前在我的節目也舉過例子 譬如說屯部 你用廣東話 可能很容易想到十個八個的形容詞 是說屯部的 但是如果用國語 你可能只是零來去兩三個而已 你明白嗎? 對 沒錯 好 我們先聽一首歌 接下來跟Michelle再聊天 千萬不要走開 今天我們這個美女嘉賓真厲害 如果早知道有這樣的美女嘉賓 早知道跟鱷魚講 早知道請她上來 我都流口水了 小意思 接下來這個就是主題的 怎樣唱這首歌呢 這個就是 看看是哪首 王尚偉作曲和編曲 作詞叫做梁芷珊 蘇永康1998年 叫做不想獨自快樂 嗯 好聽 歌詞文編曲 笑聲 從不懂得應對追溯 只問我打開我手 活在人眼中 讀我是我自由 陽光黃昏是我興奮 從不關心誰是明白我的心 我只顾单一个过温 望向天边多了呼 我放任自负 但你会某种不喜欢 但我不想一个快乐 是我过去不自觉 眼望能换着你 还分享我感觉 谁不懂得世故收散 夜静后不再相散 我一个人难得轻松的期望 烦闹的都是太空泛 活在迷失空期间 抹共谁分担 独过习惯孤单 阳光黄返 使我兴奋 从不关心 谁人明白我收 我只顾单一个过温 望向天边多了呼 我放任自负 但你会某种不喜欢 但我不想一个快乐 是我过去不自觉 我只顾单一个过温 望向天边多了呼 我放任自负 那你会某种不喜欢 但我不想一个快乐 是我过去不自觉 盼望能换着你 还分享我感觉 这首歌你也认识过吗? 《凄惨的情歌》 《凄惨的情歌》 因为看电视也听过 好像是片尾曲 我印象之中记得 好的 我又想问问你 成姬这些一位神功二位弟子 广东话,你懂听这个吗? 是,解释了 成姬待观众问 我想知道 我看到美女当然流口水了 Jordan叔叔 你平时除了做这个网台节目之外 你好像是教琴 有教琴 繁忙而同音乐 其实观众可以找你教琴 可以,当然可以 因为我们之前也有个网址 也有些细节的资料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 去哪里看看 去我们的网址去看看 哦,就是去MHK的网 没错 就可以找到如何联络你 找你学琴 那就会有同事去联络你 哦,那么好 那快点找我教琴 因为我也很喜欢教小朋友 是吗?我也想找你学琴 你也是小朋友 是啊,我看得出了 不过是老頑童而已 我觉得很开心的 最重要是保持心境开乐 是,没错 人最重要是 OK 好了 平时你就教琴 做运动 我想问一下你 你刚才说你三岁才来香港 是 三岁才来香港 是 来到香港有没有什么 其实你三岁之前 应该没有什么记忆 都有记忆 都有记忆 OK,那你可以说一下 你在三岁之前的记忆是怎样的呢 之前就是我和婆婆共宫生活的 也是我妈妈的父母 是 感情很靠近的 就是他们说回一些回忆给我听 都挺搞笑的 就是小时候发生了一些事 我都挺怀念小时候的 因为那时候都挺开心 第一无一无虑 第二又可以和最爱的人 每天都见到面 没错 随着年纪的增长 有些很多事都是 没办法的 人在江湖 譬如你要做事都要分布好时间 然后再去陪你的家人 当然了 你三岁下来香港了 你有没有发觉 那个不同呢 比如文化上 或者环境上的不同 三岁幸好我还是一个嬷 来到香港 也不是很难适应 因为那时候也很小 三岁 后来就觉得 读书 不是 那时候我们读书会轻松一点 当然了 然后现在可能那个 你读书的时候 是不是还有港英年代呢 想想一下 我97年 97年 读小学一年班 刚刚不是 是的 那时候就觉得很开心 是 那时候也更好一点 因为那时候还没正式很大改革 教育都还没开心 但压力就是 考试前两个星期要温书 要考试 是 譬如拿成绩表那一刻 也很紧张 是 以前我们学一样东西 已经觉得很厉害了 比如你学一样乐器 小提琴也好 是 没错 你学剑击 或者你学钢琴 是的 都觉得很好 以前一班都不知道有没有四个学钢琴 是的 但是现在是一班有四个没有学钢琴 其他都没有学钢琴 是的 没错 这个看到社会的变迁 是不是 很辛苦 看到这些小朋友 是的 其实是一个摧残 对小朋友 其实我没有小朋友 我见到很多朋友的家 即是我那些朋友的家 即是已经做了家长 他们很多都 我看到他们的小朋友 真的很惨 其实是绝对是一个错误的东西 不要学 其实小朋友 你看看外国的小朋友 不应该让他们去做那么多东西 是要开放他们的自商 是的 其实影响了他们的发展 你逼他们 就是强行塞一些东西 其实不是一件好事 你说纯粹从一个兴趣 从一个培养 一个修养 例如学一下钢琴 跟Michelle的美女学一下钢琴 没有事看的 好像我这样 尤其是我 那么干净就更加要学一下 但是如果不是 你强行塞一些东西 例如要学一些很深的英文 很小时候 现在已经要学一些很深的英文 我最近才说起 我忘记了是否 康正跟我说 他说 他说有一年班还是小学 幼稚园还是一年班 他说 我已经要懂得九大行星的英文 他说他也不懂 那些这样 就是考起你的英文 是的 所以 其实那件事是没有好处的 我觉得绝对 一些对小朋友的益主都没有 都是比较的 为什么幼稚园不可以学幼稚园的东西 要学小学一年班的东西 二年班的东西 不停地学上去 其实他们压力很大 是的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政府 其实这个主要是政府的问题 政府教育的制度 其实你教育 你知道之前的教育 负责教育的那位不得点先生 是不是 当然就是那个政府 因为其实教育 在任何一个负责任的社会 教育是很重要的 没错 在政府的施政里面 下一个来的 没错 因为十年数目 百年数人 所以教育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必须要很小心去处理的问题 所以你看到西方的教育 他很着重 如何处理小朋友 让他们向兴趣发展 要肯定有很多渠道 给他们去处理他们的不同的兴趣 你明白吗 不一定要他们做死一件事 比如读大学 个人都读大学 个人都读大学 是没有意思的 你拿了那个 个人都有一个设计在手 第一就是把设计整齐了 第二就是个人都拿设计 但是其实是没有意思的 就是你没有了一个目标 去拿设计 就是出自内心 是的 第三就是说 你变成其实 其实人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兴趣 天分 是不是 有些人喜欢打球 有些人喜欢做一些手艺的东西 有些人喜欢学到音乐 表演 这些东西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大家要做 中国人社会这方面是比较奇怪的 加上另外一件事 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东西是商业化了 嗯 没错 鼓励你去学 你明白吗 好像我刚才说 就是我之前在一个节目说 比如鼓励你去旅行 其实他不是去旅行 不是真的学东西 而是他纯粹是一种消费 对不对 那变成就是对自己对社会都不好的 那么 尤其是 尤其是妈妈呢 我想是女人的关系 就是不是特别 不是特别挑剔你 就是说 你知道你刚才都说了 女人喜欢比较嘛 对不对 见到别人的儿子 别人的儿子回学 你小明学三样东西 糟了 我小强学得一样而已 陪加火 不行不行 要快点找Michelle 帮她再补多一个琴 对不对 就是这些东西 所以就是 很麻烦 但我觉得应该这个时间是多些去聆听那个小朋友的内心世界 绝对是 其实什么时候都是 不只是小朋友的时候 因为你作为小朋友 尤其是十几岁之前 甚至没有到法育年纪都是 因为 你说得对的 西方就是这样的 西方是鼓励去聆听 让她知道她想要什么 就算她吃饭也是 是 譬如西人很流行的 很小时候 就已经想要吃什么 出去出去叫餐也是 你想吃什么 你想吃什么 让他们自己有一个 很小时候就有一个自主 对不对 其实他们是懂的 他们 只不过我们中国人社会 就每个人都喜欢管 每个人都要 又怕他不懂 还有父母话 对了 听话 这个变成一个大的 一个大题目 但西方不是强调要听话 对不对 就是中国人就说 你儿子很听话 这样就变成了一件好事 其实在西方 如果你说 你儿子很听话 就是说他好像猪那么笨 其实是侮辱你 我也觉得 要给小朋友 小小的自主能力 当他有兴趣 他一定会跟妈妈说 我想学什么 我想试试什么 没错 其实他们有思想 绝对是 应该多些聆听小朋友 那个 内心世界 是的 他们其实想怎样 你应该有空 听他们说话 还有真正关心他们的内心世界 没错 这个也对 真是想不到Michelle 美丽之余 还挺了解小朋友 因为我接触太多了 是吗 小朋友 看到他们 有时作为老师 也有一点 很可怜 是吗 也有一点 一路谈 问他明天是什么做 明天上午做A B C 你都没得休息了 就是他比你更忙 比我更忙 你都说可以约到我 我约到他 整天都约不到 一到考试周 就好像打仗 每个人都想你 找你补货 对吗 另外就是 拿成绩表 欠1分2分 或者0.5分 原来影响很大 无形中令小朋友觉得 可能我欠0.5分 或者1分 他可能差距很远 自信心就会失去了 好的 好了 聊到过了 不要紧 我们在这里先听一首歌 稍后第二节再和大家见面 这首歌我特别为大家选择 这首是本来1984年 后来这个版本是2000年的版本 Erythmics的 Here Comes the Rain Agai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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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h ooh yeah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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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e comes the game, here comes the game, oh hi here comes the rain again, falling on my head like a memory, falling on my head like a new emotion ooh i want to walk in the open wind i want to talk like lovers do i want to dive into your ocean Seong I can't do that i want to shake the music i want to share this world i want to share this world i want to come back with m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